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白话文史栏目 我是栏目主播堂堂 创作不易 如果您觉得本栏目还不错 麻烦您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 谢谢 传说在李世民四岁的时候 李家来了一位算命先生 在看完李渊的面相之后说 您是贵人 而且生有贵子 当神棍见到李世民之后 更是惊为天人说 此子有龙凤之姿 必能祭食安民 于是李渊便用 祭食安民给儿子取名李世民 之后李世民的表现 也算是应验了当初神棍的说辞 不过开创贞观盛世的李世民 却只活到了五十岁 可以说正值壮年吧 那李世民的死因是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 史书上也是观点不一 本期节目 我们就来看看这位 千古一帝的死亡真相 有何不可告人的秘密 后世人谈到唐太宗李世民 大多会想起他是千古一帝 是中国数百位皇帝中 屈指可数的一代明君 他开创了盛世贞观之志 被毛主席评价为 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诱者 其次则朱元璋儿 还未称帝时 李唐江山的一半可以说是他打下来的 称帝后他多次用兵 经营西域 还被尊为天克汗 李世民是杰出的政治家 战略家军事家 但他只活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享年52岁 很难想象他立下丰功伟绩 是许多皇帝穷其一生也达不到的成就 而唐太宗仅仅执政23年 只活到52岁 在《新唐书太宗本记》 与《旧唐书太宗本记》记载 他因病驾崩于韩丰殿 从染病到病逝 仅仅四个月时间 这样含糊不清的死因 对于一个处于太平盛世的大唐皇帝 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但在唐朝的大臣和后代史学家 有关记载中都提到 唐太宗其实是因为福丹中毒 以致暴亡 在《旧唐书好楚郡》传中 东台侍郎好楚郡借征观末年太宗福丹 而劝说理智不可吃所谓的常年药 在《旧唐书献宗本记》中 仲臣李帆也提到太宗吃丹药 而导致暴击不救 由此看来 唐太宗若真的是因为服食丹药而死 那未免是有些窝囊了 唐太宗正当壮年之时 对于道教的方术丹药是不屑一顾的 而且对于秦皇汉武当年求仙迷信的事情 也是持批判态度的 李世民身体健康之时 他经常会外出围猎 精神饱满 可从征观17年到征观23年 这是他临终前的6年 根据史料记载 只有一次外出围猎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落差呢 其实 其实看一下这6年中发生的事 就可以知道唐太宗为何会很少外出围猎了 征观17年 太子李承前因为谋反之罪被废 征观19年 李承前孕育而终后 唐太宗为此霸朝 当时李承前嫉妒深得恩宠的胞弟李太 想要暗杀李太 失败后便意图起兵逼宫 最终事情败露 李太也同样有谋敌之心 再加上父皇的宠爱 他对皇位产生了想法 唐太宗为了让皇子不再自相残杀 将魏王李太降为东莱郡王 但太宗还是一直挂念着自己的爱子 经历过这样的沉重打击后 太宗的精神渐渐消沉 萎靡不振 而且早些年他一直四处征战 给他的身体和精神都造成了隐患 尤其是征观19年开始的征战高沟里 唐太宗欲驾轻针 战局僵持数日 最终藏居重挫高沟里 可在唐太宗看来 唐军也是损失惨重 这战其实是输了 这场战争耗费中年的唐太宗 太多的体力和精力 一时难以恢复 浑浑噩噩的唐太宗晚年重病 面对久治不遇的病情 他也想到了以服侍丹药来追求长生不老 征观23年 王玄测打败天竺蒂娜弗帝国 也就是现在的印度 从那里带回来一批俘虏 其中有一个方式 纳罗尔婆婆妹 和中原的和尚差不多 他说自己已经活到了200岁 有长生不老的术法 这样的言辞放到现在 恐怕是会一笑大方的 不会有人相信这个谎言 但是对于病急乱投医 恐惧死亡的唐太宗来说 他是愿意相信的 此后 这个方式就开始为唐太宗炼丹 翻看史料 关于可以长生不老的丹药的记载 一开始 道士们为了追求成仙 炼丹原材料取自自然界 比如动物的皮毛和血液 灵芝福灵等富有灵气的珍贵药材 也就是所谓的水炼法 慢慢地就发展成为火炼法 用矿物材料 比如丹砂及猪砂 水银黄金消失炼丹 相传炼金师意外炸炉后 这就是后世晚到1000年的火药 但炼丹师的这一意外 没被发现 人体吃了各种矿物材料做出的丹药 可想而知 对人体的伤害会有多大 刚服用后 或许会让人看起来精神患发面色红润 但长久狙击在体内的重金属 会造成致命伤害 李世民连续服用丹药后 没过两个月 他就暴击而死 当朝史官对于唐太宗的事 隐悔莫如深 毕竟堂堂一代贤民圣主 最终竟是因为迷信丹药 可以长生不老而死 这对于唐太宗辉煌的一生 实属是个污点 可能有人会认为 李世民当年为夺皇位 杀害兄弟逼迫父皇 李世民是一个残忍冷酷的皇帝 但这似乎是大部分的皇帝的通病 他们为了夺得皇位或是巩固皇权 可以做出任何事 这是一个有野心的皇帝 对皇位的掌控欲 可若是因为迷信丹药而死 后世谈到此事 总会觉得这个皇帝愚蠢贪心 就比如秦皇汉武 前半生立下了至高至尾的功劳 人到晚年恐惧死亡是正常的事 他们渴望长生不老 人之常情 但在后世历史看来 这是他们晚年的污点 应该引以为戒 所以史官对于唐太宗去世的记载是 重病不可医治而驾崩 基本上可以判定 就李世民的身体状况而言 贞观19年 清真高丽确实是个转折点 出生前的李世民是躊躇满至意气风发 而失败后则一病不起 从此再没有恢复过来 是失败的打击吗 当然不是 因为李世民最后的两年 还曾两次征战高丽 并有李世纪统军出征过一次 那么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即李世民在他人生最后一次征战中 确确实实是灾了 不仅输掉了战争 甚至连龙体都陪上了 其中缘由或许并非偶然不小心感染 受伤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 当然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 难数最高军事机密 事后为皇帝的尊严和面子 也会千方百计加以掩饰 来自敌方的说法或判断 无法找到真凭实据 有夸大其词的可能 不过相形之下 反而更确实可靠一些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